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矢口否认的罪行 她这个女孩子是偷东西的 怀有秘密的天使 证据面前究竟谁真谁假 今日说法 少女为什么跳河即将播出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咱们先来看看大屏幕 您现在在我身后看到的是 2013年12月3日晚上8点24分 一个女孩发布的微博 在画面上您也可以看到 是一个人的一双脚 这正是微博发布者自拍的自己的脚 微博的发布者叫徐安琪 当时徐安琪正坐在河边 双脚垂在河面上 就在这条微博发布后不久 徐安琪跳河身亡 当地的公安机关认为 她的死和两天前的一次 人肉搜索有关 安琪生活在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 镇上有一条老街 街上有几个颇有名气的服装店 格仔店就是其中之一 12月2日 安琪来到格仔店购物 当晚 店主蔡小青发出了一条微博 称截图中的女孩是小偷 并要网友帮其扩散 四天内我被三个 我被三个小偷偷过衣服 四天被三个偷 你说这种是什么心情 据蔡小青说 自从2013年夏天 店内装上监控 她已经通过发微博的方式 找到了好几个小偷 这次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 微博发出后留言的人很多 大多数人都对偷衣服的行为 表达了愤怒和谴责 还有不少人表示认识这个女孩 不到十分钟 女孩的姓名 住址 学校 电话 纷纷出现在网页上 网友发布的所有信息 都将画面上的女孩 指向了徐安琪 这是我偶尔的房间 我在一个房间隔着 对 这个是我女儿的房间 这个是她的鞋子台 她的书 女儿成绩怎么样 女儿成绩在她的房间 她是终算的 这里是安琪的家 两居室中的一间被一分两半 外面住着弟弟 里面不足四平方米的空间 就是安琪的小世界 我们发现 这是个与安琪的年龄 不太相称的房间 没有明星贴画 没有照片 没有装饰 甚至没有电脑 我的女儿就是除了上学以外 老师待在家里的时候 学习 偶尔跟他母亲 就惯下街买点东西 平时他的朋友也是很少 这是个和睦的家庭 父亲是司机 母亲在家照顾一双儿女 安琪和弟弟学习成绩都很好 直到12月3日 安琪离家后一去不回 安琪的父母从未意识到网络上发生了什么 他们甚至没有女儿的微博 因为不知道如何形容安琪平时的样子 徐永久为我们找到了手机中的视频 在我们所做的所有采访中 包括蔡小青都认为 安琪给人以安静 礼貌 单纯的影响 这样一个女孩 为何会和小偷联系在一起 12月2号那天 格仔店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013年12月2日下午3点43分 安琪怀抱一条博美小狗走进格仔店 因为他一时之间拿我们很多件衣服进去试 很多是七件 安琪前后拿了七件上衣进入十一件 只有一件花衣服在试穿后 很快交还了店员 一次从十一件出来后 安琪已经穿戴整齐 手中抱着三件衣服 我店员已经看到好像还有一件红色的衣服 然后我姐说 嗯对好像是还有一件红色的衣服 但具体就没有说那件衣服是怎么样子的 她说放到里面了 然后她进去拿 可是进去还把门关 一把门进去试一间拿一幅 都是不用那么久的 她说店里没有人 只是那一个人 然后我们听到拉那种声音吗 因为距离试一间离我们都是很近的 按道理的话 我就是应该走到时间去看 是不是 但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这个女孩子才是个读书 知道已经明知道这样 就是给她一个矫正的机会 是不是 没有当然去说她 就是说你在管她要红色衣服的时候 已经意识到 是穿在她身上的 叫她出来她拿了两件衣服 都是九红色的 我们三个人都吓到了 就是说你们当时以为是一件 没想到破了 是两件 小谢回忆 当时她本想警告安琪 又觉得应该老板先开口 便一直用眼神暗示小青 可小青并没有反应 最后 安琪花七块钱买了一只口红 离开时一脸快乐的笑容 我也说不懂 当天我就也没说什么 其实我也 我也可以直接就是说 当然才算她的 但是我没有说 投下来就算了 我就让她走 安琪走后 小青 小夕和阿兰 显然是讨论刚才发生的事 大多数的时候 类似的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是这样 就不会有安琪的自杀 小青如今也不会出现在高墙之中 其实到此时 故事才刚刚开始 然后只要我们清点衣服的时候 才发现又少了一件衣服 发现少了一件的牛仔 那件牛仔是我们那天刚挂的 没有骂出去 这是我们知道的 然后我原来说 对啊 好像她好像是少了那件牛仔 她有拿进去 但是就确定她有拿出来了 因为我们察觉不对 而且小青查监控 监控画面和小青的记忆吻合 牛仔衬衫是安琪第一个试穿的衣服 此后 安琪再没有将牛仔衬衫归还 我真的是气到了 我本来就 我已经原谅她一次了 衣服脱下来 走了 我就放她走了就算了 干嘛 为什么把第三件衣服 不脱下来 诚实跟我说 试衣间内没有监控 不可能看到安琪 穿走牛仔衬衫的具体过程 也存在其他人 进入十一件后 拿走衣服的可能 但小青认为 这已足够判断 安琪偷了牛仔衬衫 她这个女孩子是偷东西的 就说 这事情是因我而起 然后导致她 去死的 我肯定接受不来啊 少女究竟还有多少秘密 有人听说安琪哥 慢问我知不知道 隔载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没有骂过她一句话 今日说法 少女为什么跳河 继续播出 冬日这天 我们来到了小青家 这是潮汕人十分重视的传统节日 家家户户都要准备祭品和传统小吃 并去寺庙祈福 蔡小青的家毫无节日气氛 她的妈妈怎么都无法理解 女儿为什么会走进高墙 就是这个是吗 对 我们就是这里了 我们家里聊天也不容易的 爸爸妈妈就是在门前 这里做点小生意而已 因为采访前看过小青 秀在微信和微博的照片 我们一时间很难将图片上光鲜亮丽的她 跟吊在屋顶的房间联系到一起 往上11点 坐到广州 睡到6点钟 车上睡觉 然后就去拿货 拿货当天到两三点钟就要赶回家 然后请你清点货 然后还要就是做生意 有时候要穿法 整天就刀跟鞋穿着 到往上揪就整个脚都睡不着 开服装店一直是小青的梦想 从17岁出门打工 到2012年隔载点开业 小青花掉了6年的积蓄 在小青为此付出艰辛的时候 她绝不会想到会有如今的处境 微博发布两天后 安琪冰冷的身躯被打捞上岸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徐永久夫妇悲痛欲绝 小青在他们心目中与凶手没有什么两样 12月4日上午 徐永久向警方报案 安琪的父亲认为 蔡小青通过微博诽谤她的女儿是小偷 从而引发的人肉搜索 则让女儿不堪重负 导致安琪以死证明清白 虽然警方认为安琪的死与蔡小青有关 但面对广东省第一起人肉搜索案 陆丰警方对死者家属提出的诽谤一说 十分谨慎 首先确定的就最起码有两个方面的事情 一个方面就是 究竟有没有发生这个盗窃的事件 没有这个事件 你说他是偷的话 就是过程给办 第二个就是 他是不是因为这个事件造成的影响 为了落实此案的性质 公安机关对整个事件进行了深入取证 随着调查的大幕拉开 越来越多的幕后世界 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进入警方事业 这是陆丰市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 他有一个古怪的名字 屋案件 警方搜集的证据显示 这里的一家叫米兔的店铺 与安琪有着某种联系 13年6月27号左右 在这个 湖团店丢了三件鱼湖 那事后也是通过这个视频 这个路线监控 就是 找到了一个女孩 就是把这个女孩的截图 也是发到微博上进行了寻找 笔录显示 米兔服装店店主在2013年6月 曾对一个疑似小偷的女孩发起过人肉搜索 微博发过的第二天 女孩来到店里向店主赔了钱 警方要求店主进行辨认 店主在12张同龄女孩的照片中指出了安琪 其实如果不考虑调查核实的可行性 与这一情况类似的说法 在网友发给蔡小青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到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越来越发现 真正让人感到震惊的 还不是这些有迹可寻的线索 而是来自安琪身边那些躲在暗处的目光 调查采访过程中 记者也亲身经历了一件事 使这个本来并不复杂的人肉搜索事件 蒙上了一层迷雾 那是记者来到安琪所在学校进行采访的间隙 一个陌生人突然打来电话 自称是安琪的同学 惊奇提示 我们在百度贴吧上找到了一张 发布于2012年12月的帖子 帖子描述的主人公 曾在安琪所在的河土中学割脉自杀 有同学声称看到了大滩血迹 匿名者说帖子中的主人公就是安琪 不过有一次我看她手有包扎起来 然后我有问过她 我说这怎么弄的 因为毕竟她手包着嘛 然后来学校 然后我问她是怎么了 她说是被过玻璃割到的 对 因为无法核实匿名者的身份 记者询问爆料的原因 她给出的理由是 安琪早有自杀倾向 这人尽皆知 但现在很多人已不敢说出实情 这对蔡小青不公平 安琪这个年纪的女孩大部分冲动 应该都来自于感情 我们找到了安琪的男友小廖 小廖和安琪已相处四年 得到了双方家长的默许 目前在惠州读大学 那件事你当时就知道吗 当时就知道 那是因为什么你记得 她没聚集的 然后她也答应了我说 对这是从头 就没有想起来 那为什么是从头呢 她不会说我也没有在追问 当时小廖和安琪处在分手后 刚刚复合的阶段 安琪对他们的未来没有恢复信心 小廖认为 只要以后好好的 女友就不会再出事 小廖看来 安琪曾经的自杀和如今的头盒 没有任何联系 她的观点和安琪的父母一样 他们认为人肉搜索世界 是安琪自杀的唯一原因 详细还原生命的最后一天 她说去买服装店里弄一下 无限接近绝望时刻的徘徊 她说她很好 叫我不要吵心 今日说法少女为什么跳河 继续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与警方一起探索安琪的过去 是一件既让人矛盾又痛苦的事 一个美好的花细少女 身上却笼罩着沉重的迷雾 这个迷她目前已经无法开口解释了 她的家人也无能为力 我们在目前可以确定的范围内 走访了她生前两天接触的所有的人 她做过的每一件事 这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拨开迷雾 看清这个18岁的少女呢 蔡小青的微博发布于12月2日晚 安琪则死于12月3日 要想了解人肉搜索对安琪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2月3日是更为关键的一天 虽然很少对父母吐露心声 但在网络中 安琪一直用自己的方式 讲述着这一天 这条微信朋友圈发布于12月3日9点13分 这一天 安琪所在的学校拍摄高考准考证照片 她的同学说 10点钟左右才看到安琪来学校 也就是说 安琪在9点13分发布这条消息时 还没有来到学校 然后1号和2号 这两天她都是请假的 请假在家 然后本来3号那天她是不想来的 后来我们就打电话给她 她说我们就说 如果不过来的话 高考就跑不了 然后她就过来了 12月3日那天 晶晶对人肉搜索事件毫不知情 但安琪的同桌 也是她在学校最好的朋友李曼 早已得知了人肉搜索事件 就有同学问我 知不知道微博上那件事 我说主要没上微博 然后她就来学校 我问她这件事 她说没有 是网络上学的 那天安琪在临近拍照的时候才到校 拍好后就请假离开 在学校只逗留了半小时左右 隔十来分钟吧 她就请假回去了 请假来 你游是什么 就人不舒服 然后那时候看起来脸轻轻的 随后安琪并没有直接回家 她的微信朋友圈显示 当天十点五十分 她去了某栋建筑的顶层 在阳光带来的暖意中 似乎找到了片刻的宁静 在学校的同学之后 下一个见到安琪的人 是她的母亲杨绿燕 12月3日那天 安琪主动向母亲提起了人肉搜索的事情 并说自己最近很倒霉 应该去庙里泄太岁 在潮汕地区 为了祈求生活顺利而去泄神 这是十分普遍的民俗 安琪的母亲并没有多想 到了下午三点左右 杨绿燕发现女儿准备出门 算了一会儿 就拿那个钥匙 要开摩托车 我问她你要去干什么 那时候我要过去那个 服装家里 你我跟你一起去的时候 没事的我没有做 不用怕 就过去的日记 安琪出门是因为蔡晓清打来了电话 但这通电话则源自12月2日微博发出当晚 晓清说微博发过没多久 安琪就来到她的主页 给蔡晓清发了其他人无法看到的私信 就先跟我道歉 说对不起了 在案卷中 我们找到了警方调取的私信聊天记录 经过多日的调查 我们在这份聊天记录中 第一次看到了来自安琪自己的声音 然而 安琪发来的私信 似乎印证了蔡晓清的说法 此后发生的事 也在某种程度上 沿着这条轨迹前进着 那时候当场我员工还有我姐姐也在 我没有骂过她一句话 监控视频显示 安琪三点三十一分走进阁仔店 然后静止走向收银台后的小清 我妹跟死者就说教导她 小孩子女孩子你现在还小 不能这样的行为 不能一直一直这样下去 要证证你自己的错误 是不是 从画面上看 蔡晓清始终坐在收银台前 安琪则低着头 很少说话 小清回忆说 整个过程安琪都很平静 但对于为什么偷窃这个问题 始终不肯回答 只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解释自己的这种行为 然后我就说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控制一下自己 他有可能这就是一种平静 因为有顾客进店 小清和安琪离开了隔载店 不一会儿 小清回到店里 但安琪则在两个小时后 第二次出现在隔载店 小清说 那是因为安琪没有带钱 便回家取钱再来赔偿 这是安琪在三号那天第二次去隔载店 这次见面在画面上看到 与第一次十分相似 最大的不同就是 安琪拿出了一些东西递给蔡晓清 民警告诉我们 那是三百元钱 按小清之前的说法 他曾经通过微博找到过小偷 他们承认偷窃并赔偿了他 赔偿的金额是衣服的标价 我们问蔡晓清 为什么采取了双重标准 小清坚持称是安琪自己的要求 但我们听到了另一种 来自安琪的声音 如果小廖所说确实来自安琪打给他的电话 三百元钱就很可能是三件衣服的价格 隔载店的衣服标价都在一百元左右 三件三百元是个合理的推测 如今我们已无从得知安琪到底为何出这三百元 这其中的原委又给他带来了哪些伤害 付过钱后 安琪离开了隔载店 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小廖 在小廖看来 安琪和隔载店只是发生了一个误会 自己哄一哄就好 那天晚上 他像往常一样安抚女友 并要求他尽快回家 然后他也说好 他说我一下就回去 然后他就跟我聊别的 问我喜不喜欢他 我说喜欢他 然后那种突然间问他 然后他 他就 沉默 快七点时 杨丽燕已做好了晚饭 便打电话催促女儿回家吃饭 但是我心情非常不好 就是给他辱骂 和安琪通话后 小廖去学生会开会 路上看到了女友发布于 18点55分的微博 第一次面对河水不那么惧怕 从照片上看 他已来到了一条河边 我还要去除了 因为那跟他通过电话 我知道他去除了 我说不要搬 就下去了 仅仅隔了十分钟 安琪在微博上又发了一张照片 他坐在岸边 脚下河水隐约可见 这一次因为急着开会 小廖没有看到这张明显 带有危险信息的照片 他七点的时候 有打个电话叫我出去 我就说我妈不要出去 然后他就说 哦这样啊 将近九点时 因为不放心女友 小廖给安琪的母亲打了电话 要他们去见安琪回家 不一会儿 安琪就给小廖回了电话 挂断小廖的电话后 安琪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 时间显示是21点01分 这是12月3日这片 来自安琪的五条信息中的最后一个 几分钟后 杨丽燕再次拨打女儿的手机 电话那头是永远不会响起的女儿的声音 好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梅锦教授 李老师 警方把这个电竹给抓捕了 是以这个侮辱罪的罪名抓捕的 那您觉得他这个有什么依据呢 如果说这个事情你没有报警 警方也没有调查 然后呢你就公开 那么这种行为实际上都是侵权行为 现在这个徐安琪的这个自杀 到底跟他那个 他那个视频被曝光这件事 有没有直接关系 从实际上来讲呢 看似他们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认为在 就是我们如果做一个案件来看的话 那是需要证据的 不是光是时间的 所以这里的问题就非常复杂了 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一件事情发生 它可能有一些是我们知道的因素 有些是我们不知道的因素 有些是很明显的因素 但还有一些呢是不太明显 但是也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他在这个女孩在他自杀前 他还在发微博 对 那么从他的微博 包括他也没有很明确的 其他的方面的一个证据 证明说是因为我被公布了视频 我觉得我不能再活下去了 我不想再见任何人了 我无脸见人 他没有这样很明确的一个表述 那么这之间还发生过什么 目前我们也不知道 再结合他以前又有过 割腕的这样一些表现 所以我认为这个案件呢 还需要我们特别慎重 也就是说 这个女孩的心理方面的问题呢 还应该做多做一些调查 还不能够很简单的说 就是公布视频导致她的死亡 可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 轻易地了断自己的生命 给她深厚的世界呢 留下了无数的疑问和麻烦 难道她就不应该想想 她的亲人在怎样承受这份痛苦吗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接着说法 感谢李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这一套节目 中复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